好的 下面我们来一起见证这对有情人 浪漫的爱情过程 一切都从一场异国的相遇开始 你会不会有钱骗谁啊你 就是 你让我穿那些礼物给你凑钱 那些钱每一笔都是清晰入账的 你们以为我都动得了 对 动动动 就是 从小到大你们给过过什么 在什么情况 什么 我不知道 好 我告诉我们 抱歉 没有 把我闭嘴 找到公司往后 哎呀 还学死往后呢 什么情况 对 我看看你怎么了 闺女 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走了 你 你谁啊 不是他父亲吗 还学死我头子啊 他们让我们来参加婚礼 是不是这对啊 我自己 赵先生 请问新娘的父亲去哪儿了 这个视频你们怎么解释 新娘的父母真的是你们请过来的演员吗 这么做是为了演示什么吗 如果新娘的身世是假的 那真正的情况到底是什么 请你们给我一个解释好了 是啊 赵先生 是啊 赵先生 回台下我们去看看 赵先生 赵先生 请问视频是什么 你们赵先生在演示什么呢 是吗 像齐悦 他可是你的同学 我们两家 要是合作那么多年的伙伴 咱哥一直把你当作亲弟弟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说什么啊 赵先生 您是完全不知道 陈小姐的真实身份吗 今天本来是我赵明轩 最重要的一天 结果没有想到 今天却成了一场骗局 骗局 什么意思呢 谁啊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心爱的女人 竟然是一个隐藏自己的身份 故意接近我的骗子 但是最让我伤心的 是我的好兄弟 跟着他一起骗我 这 这到底是什么事啊 赵明轩 小琪 小琪 她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 我不相信你 不知道她的真实 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难道说 她是你故意安排在我身边 她是你们云蓝的棋子 那你们云蓝到底 安得是个心态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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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她去哪什麽 我让她去哪儿 卑鄙 小姐 所以您的身试到底是什么 小姐 你说您的身试到底是什么 您是小学生安排的棋子吗 小姐 请您正面回答一下我们好吗 小美玄 这都说您身试好了 小先生 您现在的脑袭肠 做事不夠打算你了吗 你还有个家长 我们家长 不就问你好吗 你好 请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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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悦 这就是视频 不论的 这就是视频 应该是在前面上 请出门 请出门 来 车 车 请出门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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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我来 你快照我照顾他 是 先去医院 现在怎么办呀 我看他俩是真把帮这个陈飞儿 当成了一种本能 我找人放你们进来 是让你们来要钱的 谁让你们打婚礼小房啊 这回鸡飞蛋打满意了吗 不是的 不是的 儿子 你个小兔崽子 你还教训老子 要不是你把钱偷走了 就还赌债 还骗了我和你妈 能有今天这个事吗 你看我不是打死你 你干什么呀 你这酒腻子 干溜子 就没有你搞不咋的事 我跟你讲啊 你什么都没打架 你还会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 你干什么呀 你把他打死啊 没有用啊 我告诉你们 我手里面可是有杀手锏的 我只要拿出来 不管是他还是赵明轩 不可能不给钱 我就下去抽根烟的功夫 看看你们猴急的 别跑 别别别 姐 姐夫 姑 姑爷 你的杀手锏是什么呀 我 我 我问什么呀 拿出来看看 值不值得我放的密码 嗯 今天成为一场骗群子 骗群子 我心爱的女人 她是你原来的妻子 赵先生 请问新娘的妇女去哪 这个视频你们怎么解释 新娘的父母 真的是你们请回来的演员吗 这么做是为了演示什么吗 如果新娘的身世是假的 那真正的情况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你世纪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我爸妈 为什么华龙家里会有人放山洋头 对不起 是我们云南的工作没做好 没有怪你 我怎么可能会怪你 我现在该怎么办 少奇 我现在真的一无所有了 除了你也不会有人管我呢 我真的恨死他 我只是想要一点幸福都不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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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清醒一点行吗 赵明轩用几分钟的时间 就想出一套说辞 说你是欺骗感情 为了嫁入赵家不择手段的新机女 这种男人 分分钟把你当垫背的 你敢把下半辈子交给他吗 那是幸福吗 那你能把小少奇让给我吗 错了 老大 没有人对我好 我 我不知道幸福是什么 小然 老大 你能分给我吗 你有这么多了 你亲人一举就有这么多了 我求求你 你分给我好不好 我求求你 我能为你做的 我都做了 有人在网上发了你们俩牵手的视频 我后悔了 你不要结这个婚 你说过 无论多久 你都会保护我的 少奇 我们怎么会被拍到 小然 小然 不是这样的 小然 小然 游小然 小然 游小然 你听我解释 当时的情况不是那样的 那个视频是恶意剪辑的 我相信你 我就问你一句话 陈飞儿的事你打算管到什么时候 我是婚礼的负责人 飞儿现在变成这样我也有责任 我已经一忍再忍了 不管是时空胶囊也好 你为他去找沈盟改演奏曲也好 你代替父亲的身份 签他入场也好 你为他打赵明轩也好 以前我都可以解释 不需要你的解释 我想回巫苏 时空胶囊评的事我早就忘了 还有改曲子 那是为了婚礼上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包括那个视频 那是被人恶意的 上一次 因为误会我们分开了很多年 浪费了很多时间 这次我说我想走 不是我想逃跑 我相信你对我的感情 但是我也想清楚了 只要我们还留在这儿 我们就要长久地为他解决问题 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 甚至是一种宿命了 小兰 我想回巫苏 我想回去了 不管那里是 室外桃源也好 还是盛楼也罢 我最想回到之前 种平平静静静的日子里 你知不知道最近我一直在想的 高中的街里跑 这么多年 我一直拽着你跑 你拽着他 然后 你听到我叫альных事件 这个你们看 你会想去把你找个新鲜 你帮我和你 不拽着你 你还要想去你 我为什么要去你 你叫 ноч上去我 就是 误会吗 你就把你路上去做压力 你不吃了什么 那你好吗 小燕 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多久了 七天吧 好 我等你 这个不太适合我 这个不太适合我 这还没想好对策 他们德剧就抢先发了声明 现在这锅全甩在我们云蓝的头上 这下可太被动了 主要是小萧总太不小心 婚礼的头一天死毁新娘 还被人家拍个正照 我可不是说的 德剧那边已经提出 终止云端酒店的合同 辞退所有口关 绝今是咱们云蓝有 不可推弃的责任 没什么可推多的 按照合同办就好了 爸 查清楚了 是昨晚在行政酒廊 被赵明轩羞辱的那个服务生 被陈飞儿的弟弟买通了 放他们一家三口进来的 而且这个人自己还留了一手 在房间的花篮里放了针孔摄像头 所以就拍出了那样的画面 自作自受 看来夏琪说得对 这个德剧啊 就是咱们前进道路上的水障碍 是时候该跨过去了 你怎么不接我们电话呀 我手机没电了 快了吧 吃饭去啊 快了吧 我想回吴苏 我想回去了 不管那里是 室外唐苑也好 还是盛楼也罢 我就想回到之前 我们平平静静的日子里 这一次 就当我自私一次 就上去 你愿不愿意放弃 旧里的一切跟我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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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